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就想着赶快把我买到的一些东西分享给你们 你们好在618的时候可以剁手 今天就边讲边跟你们分享一下我最近买到的一些衣服啊裙子啊包和鞋 然后下次我可能还是会出一期就是单纯的那种穿搭的分享 我觉得那种的视频会看起来比较爽一些 像这种的话我就会比较啰嗦一些 会画比较多 我今天编了两个小辫子 这两个辫子真的是快要累死我了 自己编头发真的是太费劲了 因为我的头发又长出来这么多 就是大半截黑发了 我就是一直拖着拖着没有去补这个发根 我准备拍完这个视频去把发根给剖了 然后再去染一遍这个红色的头发 最近杭州的天气就每一天都是这种大阴天 而且时不时的还会下那种大暴雨的情况 所以就只能打灯给你们拍视频了 好那就不聊天了 开始今天的分享吧 那第一个就先把我身上穿的这件说了吧 这件呢它就是一个比较短款的一个针织的小短上衣 它的长度就大概到我胸部下面的这个位置 就还挺短的 这也挺简单的 就是这个位置有一个像风景画的一个小图案 然后中间是一排扣子 可以把上面的这个扣子解开就会比较透气一点 我还挺喜欢这个衣服的版型的 就是因为它下面的这个位置是比较贴合的 就会显得就是身材比较好吧 就是它下面不是这种肥肥的 它这件衣服其实不是纯白色的 它是有一点点非常浅的那种浅灰色在里面 面料是比较有厚度的那种针织面料 就不是那种夏天穿比较凉爽的那种针织面料 所以夏天穿的话其实还是有一点点热的 但是好在吧 它布料比较少就不会觉得那么热了 它们这个跟这件是在同一家买的 是这种非常花的一个小透视的这种小砍袖的背心 你们可能又要说我怎么又买这种透视衣 我真的是非常喜欢买这种透视衣 但是我穿出去的频率其实不是非常的高 但是它这件衣服呢不是非常的透 因为你们可以看它这个花色就是做的非常的滑 然后颜色也比较深 所以它就不会透出来里面的肉和内衣的那种感觉 但是它看起来就非常凉快啊 就是又透然后布料又少的这种很适合夏天穿啊 它领子的部分是有一点点小高领的 就大概到这个位置吧 然后它穿起来的长度呢 要比身上这件衣服要稍微长一点点 下一个呢是这种针织的一个可以系在脖子上的这种小抹薰用吊袋吧 不好意思大家我插播一下 因为我最近有一点瘦了嘛 所以开始有点飘了 就很喜欢买这种小背心啊 用什么小开袖小吊袋啊 就是这种东西 因为我在很久之前的夏天的购物分享中 应该有跟你们说过 我就是很喜欢看就是夏天穿一个小吊袋 然后下面是牛仔短裤啊或者是牛仔短裙啊 我觉得这样搭配就非常的干定 然后又很凉快 看起来就很好看 所以现在就是开始买这种东西了 这个你们应该有在我上一个妆容视频中有看到我穿这件吧 这件呢它就是一个其实挺普通的一个白色 然后它穿上之后是这种比较大的一个小V领 它的针织面料呢要比这个厚很多 我刚才说这个厚真的是不应该 这个就是像毛线的那种那种面料 就是还挺厚的吧 但是我觉得它的款式挺好看的 它的面料也是那种摸起来非常舒服 非常软的那种针织面料 往下摆的部分也是这种收紧的 它后面的地方要稍微的短一点点 就是有一点点露背的那种感觉 这个奶白色的就非常好搭 就是下面可以搭一个牛仔的阔腿长裤啊 或者是牛仔短裤 牛仔短裙啊 就是都可以非常好搭 下面这个吊单呢 其实是我去年买的 但是因为我从来都没有穿过 所以它也算是一个新品了 因为我去年买的时候 买回来我就穿不进去 就一直放在那里 我就想着我去年应该会瘦下来吧 但是就是去年没有瘦下来 所以没有穿过 但是今年就可以塞进去了 这样拿起来款式还挺简单的 就是有点像一个抹胸的那种 然后一个细细的这种简单 但是它就是因为前面设计了一个 很中国风的一个设计 就是这种盘扣嘛 有三个这样的扣子 胸部的这个位置有一个小小的开口 这一样呢就是这种比较厚 然后比较硬的这种 然后没有什么弹性 就是还挺紧的 所以我就是穿不进去 如果它是那种比较有弹性的那种 就是都可以穿了嘛 但是它这个就是很紧 质感还不错 就是不会觉得你穿的非常单薄吧 但是它有一点就是 它这个肩带的这个设计 也是那种非常细 然后硬硬的 不是很很有弹性的那种 所以它穿起来有可能会勒 这个肩膀的这个地方 穿起来可能会勒出一条印的那种 这个小肥鞋是我前两天刚到的 还挺喜欢的 就很可爱 它中间的这个部分是一个 非常可爱的一个小熊的那种刺绣 这个小熊的质感还挺好的 然后它这种走线和边缘的这种小包边 都是跟这只小熊的颜色是一样的 就是这种有一点橄榄绿的这种颜色 我还挺喜欢这个绿色的 然后它这个白色部分的这个面料 是那种非常有厚度的那种 就是我们穿的那种 很厚的那种T恤的面料是一样的 就是很有厚度的那种棉布料 就不是那种薄薄的 然后有弹性的那种面料 这件的下摆部分就不是完全贴身的那种 是有一点点宽松的那种 这个呢是一个比较简约的这种脸体衣 然后它的版型是比较修身的这种 它这个颜色呢就是比较偏裸色系的这种 是很适合我这种小麦皮的这种肤色 就是穿上会有那种比较欧美的感觉 这款式上半部分就挺简单的 就是看起来像是一个圆领的一个紧身的小T恤 但是它下面的这个部分是一个高开叉的 就是它开的位置好像在这个地方吧 然后这样下来的 所以它这个地方就是会露出一点点肉的 两边是有一个绳子可以系一个蝴蝶结 这个面料就是那种薄薄的很贴服 然后它就是软软的很有弹性的这种 上面配一个可以配一个紧身的牛仔裤 或者牛仔短裙就很好看了 下面这个呢是好久不见的花衬衫系列 真的很少买花衬衫了 可能是因为这个发色的原因吧 就不太好穿非常花的这种衣服了 要不然我是很喜欢这种花衬衫 这个花衬衫的花色呢 可能这样拿起来就非常像奶奶的衣服 我普遍花衬衫的衣服都很像奶奶的衣服 是比较喜欢它这个部分的珍珠的小扣子 它是这种花朵的形状 是不是跟这个花色搭配起来还挺复古的 我觉得它这个花衬衫搭配这个珍珠的扣子 就很有那种港风的感觉 可以把它系起来或者是把它下摆扎到里面去 就是扎到牛仔裤来或者西装裤里面 就没那么老气了 这个花衬衫的面料不是非常的透气 虽然它是这种薄薄的 但是就是穿在身上感觉也闷闷的 好接下来呢 是我买的几条半身裙 你们也知道我很喜欢买半身裙 因为像大腿和屁股上的肉比较多的话 就很适合穿半身裙 就会比较显瘦一些 第一个是一个比较浅色的这种牛仔短裙 这个裙子是Jara的 很少有这种非常浅色的这种半身裙 我觉得我不太适合穿这个颜色的半身裙 会有一点显黑 但是它这个版型的设计我还挺喜欢的 因为它上面的这个部分是比较收腰的这种 然后下面呢是这种有一点点A子的 就可以把屁股上的肉包得很好 牛仔裤的面料是没有弹性的 然后它的面料不是非常的厚的 就薄薄的挺适合夏天穿的 颜色也挺适合夏天穿的 穿上就会觉得挺凉快的 这个短裙呢是有一点点包囤裙的这种感觉的 就下摆不是A字型的 但是也不会非常的贴身的那种 但是前面的这个部分有一个黑白的这种像 像一个什么风景图案的这种 不是电线杆子 就是一个黑白的照片吧 然后上面的这个部分呢 它是一个粘扣的 它可以打开 然后这样可以扣上 上面的这个材质是这种亮亮的 就是有一点反光的这种 然后包边的这个条是那种 夜光的那种 但是我也没有试过 然后我比较喜欢它的地方 就是它下摆的这个位置 有一圈这种细细的一个 黑色的小毛毛边就还挺好看的 下面这个短裙呢就是很重工 就是拿在手里面很有分量 然后它设计的点也比较多 就是每一个点都是我比较喜欢的那种 就是看起来就是我的裙子的那种 其实它这个衣服它还有一个上衣 就是跟这个花色是一样的上衣 然后是一种碰碰袖的 然后这个部分是一个 这样的一个方领吧 然后短短的 其实上衣也挺好看的 但是我觉得我可能不太会喜欢 这样一套穿下来 如果买一套的话 可能也就穿个一两次吧 但这个裙子我很喜欢 但是这种厚厚的断面的感觉 然后上面的这个印花是这种浅灰色的 就是正反面都是这种印花 这个地方是有两条这个胸紧的 这个袋子的 它这个地方是可以拿下来的 就是可以掰开 但是掰开也没有什么用 就变成这样 然后下摆的这个部分是有一个开口的 就是会露出来大腿上的肉吧 然后下面的这个部分 有两条这个珍珠和这种链条 两边都有 就是看起来还挺五金的 反正这个裙子我还挺喜欢的 就是穿起来是那种比较酷酷的感觉 但是它穿起来会稍微有一点点短 下面呢是唯一的一个连衣裙了 其实我还挺想买连衣裙呢 我觉得穿连衣裙会比较方便又不用搭配 但是我一直没有找到非常心仪的连衣裙 所以连衣裙就买了这一个 这个裙呢它是这种有一点雾霾蓝的这种颜色 其实颜色我不是非常的喜欢 它另一个颜色是更浅一点的那种绿灰色 它就是一个这样吊带的一个裙子嘛 然后它下摆的部分是有一点点A字的 就是有一点宽松的这种面料 也不是那种贴身的也没有弹性 然后前面也是拼接的这种反光条 侧面的部分呢它是拉链拉上去之后 可以这样抽上然后系一个蝴蝶扣 但这个绳子非常的长 但这套裙子呢它还有两个袖子 可能这两个袖子是它的一大卖点吧 就是它这个袖子和这个连衣裙的部分是分开的 就是单独的可以把这个袖子套在胳膊上 上之后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它袖子的这个部分还是这种喇叭袖 然后开叉的这种上面的这个地方是松紧的 然后侧面也是有这种绳子可以系蝴蝶扣的 裙子也是可以单买的 就是可以不买这两个袖子 但是我觉得是这个裙子的一部分吧 买了可能会比较舒服一点 但是我没把这个袖子带出去过 我觉得有一点热 而且穿上有一点点夸张 但是这个裙子它单独穿也还挺好看的 最后一个服饰类的呢是这个背带裤了 这个背带裤你们应该在很久之前看过我有发照片吧 我穿出去过一次 我觉得这个背带裤的性价比非常高 然后它的设计呢其实也还挺简单的 它这个部分有一个比较大的这种口袋 像小叮当的这种 然后前面有一个印花 上有两个大大的兜子 然后侧面呢有一个 两边不一样的 这个侧面有一个这样的袋子 然后这个后面是也是有一个这样的兜子的 我觉得这个裤子它设计的版型呢不是非常的显瘦 就是它这个部分 如果你是那种 屁股很大 然后肚子上肉有点多的话 我不建议买这条裤子 因为它这个部分不是非常的显瘦 就是会显得屁股宽宽的 所以我觉得比较高挑的人 或者是比较 肝扁型就是肝瘦型的那种身材穿这个会比较好看 然后我是比较喜欢在里面搭一个黑色的墨熊 就比较简单一点 然后外面套一个它 就挺合适的 就挺适合去音乐节的 但是今年就不能去音乐节了 非常伤心 好那服饰的部分就讲完 接下来是几个包的部分 首先第一个呢是一个超大的一个包 这个包真的超酷 因为我很少有一个非常大的包嘛 所以就想着很需要一个这种大的包 就是偶尔出去玩两天啊 就比较需要这种 这个包是这个牌子 我觉得他们家的包啊 衣服啊 还有他们家的衫也都做得很酷 然后选的这款就是一个方方正正的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种版型 然后它这个部分是一个它的logo嘛 然后它这个部分的字母 还是这种颜色的亮亮的瓶颈 我很喜欢这个包的袋子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它袋子的这个部分和这个扣子 就是做得非常有质感 就这个袋子是那种很厚的 然后它这个扣子也是这种磨砂面的 就是摸起来质感很好 包的容量就不用说了 就是非常非常的冷装 可以装超多东西 这个包背起来就很酷 就很帅气 就显得人很瘦有没有 然后这个包呢 我是觉得我和大美都可以背 所以就还挺直的 下面这个包呢 也是我很少有的这种包型的这种大小 我要么就是那种非常小的包 要么就是那种超大的包 很少有这种比较中号型的包 这个包呢是U2的 这个我买了非常非常久了 但是我背出去的频率也不是很高 后来我发现好像好多牌子都出了这款 一开始我是觉得它这个部分就是黑色的嘛 然后这个侧面有一个这个暗暗的 这种灰色的这种链条 就还挺酷的 就还挺好搭的 而且也挺有学院风的感觉 真是憋死我的这个形容词 里面的容量也还挺能装的 就是感觉可以装非常非常多的东西了 不像我其他包那么没有用 算是一个很实用的包吧 最后一个包呢 就是刚刚说的没有什么用的包 但是这个其实还好 可以装一些东西的 它的设计呢 就是这种可以拎着 然后或者是把它挂到手腕上的这种 这个圈和这个链条的部分是金色的 然后下面的这个圈是银色的 一开始我是觉得 这两个颜色 这么设计我觉得不太好 怎么不是一个颜色 后来看久了觉得 还是这样比较好看 然后那下面的这个部分 是亮亮的那种像鹤鱼的那种纹路 是这种亮亮的黑色 还挺百搭的 我拎这个包出去呢 就很喜欢玩 因为它就挺像地球仪的 就是可以这样转转转啊 其实里面还是能装一些东西的 就是我上次出去带的东西 我面筋纸啊 然后粉饼啊 口红啊 酵素啊 就还挺能装的 但是它这个包就是找东西不太好找 就是很硬 然后手伸进去就拿不出来的那种 很难找东西 好那最后呢 就剩下两双鞋了 天哪这双鞋好重啊 但是我觉得这双鞋真的太好看了 就是非常的酷 然后很机车 就是很适合酷女孩 有没有 但是这双鞋 可能会有人会问 夏天怎么穿啊 会不会热呀 女生为了美是不会怕热的 但是我真的怕热 我可能夏天不会常穿它 我买这双好像是一个 12孔的 就是还挺高的 它这个高度呢 就不是很显腿长 就不是 不是很显腿细吧 因为它可能会沽到小腿的部分 如果小腿比较短的话 就会没有什么小腿了 上面的部分有两颗这种酷酷的扣的 这个颜色 也是这种暗暗的枪灰色的这种感觉 然后下面呢 是有一点厚度的这个厚底的 它这双鞋呢 也是硬皮的 就是穿起来不舒服的那种 后一双呢 天哪这两双真的差别有点大 刚才那个就像是一个男孩子的鞋子 然后突然就来了一个小中根的这样一个小凉鞋 这个小凉鞋呢 就是很复古的那种感觉 然后后面的部分是一个这种方方圆圆的这种格 它这个高度大概有五厘米吧 看起来很可爱 然后这个两个袋子呢 就是很简单 一个黑色的袋子 这个型它是挺适合 里面穿一个白色的那种小长蜡 然后搭配着穿 好了终于没有了 全部都讲完了 这些呢 就是我前段时间买的一些东西吧 希望大家看得开心 然后大家